迪丽热8合作龚俊的消息 坊间早有传闻 如今布地黄书剧版《安乐传》 疑似发布了《寻找小演员》 祖训 多个营销号也发布预热消息 称剧作将于7.18日正式开机 这部剧被认为是女顶流的迪丽热 和新近单改热门选手龚俊的合作 当然自带关注 但网友们的看法也很多遍 有人认为这是长行之后 迪丽热8被裁定为不抗拒 继而资源下的表现 也有人认为女顶流搭新近男顶流 是超组合强强联手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相关组训中 二的人选是刘雨宁 迪丽热8上一部长歌行 男号也是刘雨宁 男主角人选从屈楚相换到无雷 到如今新兮的龚俊 男二号却始终是刘雨宁 这算是流水的男主 铁打的男二了吧 彼时长歌行 矿特书 疑似在男主绝续练一段时间之后 林震 人 起初流传的说法 是屈楚销经纪公司 因为解纠纷而干涉一人 强行林震换人 但从后续屈楚 是神令被抵制的情况来看 当初换人未必那么单 无论如何 林震撤下屈楚销 换成无垒 至少从原层面保证了这部戏 不会被戏外的负面消息 连累 无垒弟弟少年成名 多年中在各路观众心中 都是可爱小男孩形象 搭档迪丽热8出演阿乐森 冷面小郎君的锋利轮廓 俊俏色彩 都让官幡然醒悟 昔日小童星早已经长成帅气男主了 这个角度来说 合作迪丽热8 对无垒的加持效相当大 但对于大女主迪丽热8本人而言 情况必如此乐观 戏外的迪丽热8 诸多红毯活动上 终是大杀四方的存在 美艳不可方物 造型从不少 但距离她的造型 一出现就引发群潮 就是论客观而言 迪丽热8本人五官如此出挑 就算造 实在出错 也不至于不好看 攻击她不适合古装 是无机之谈 风97迪丽热8的扮相 就非常 看 然而挑剔的吃瓜群中能 没从长歌型造型中 get 她红毯一般的经验效果 又很容易形成落差 即 滋生不满情绪 此外 戏中迪丽热8和无垒的练 戏份占比其实不多 这导致负CP的热度一路高涨 二号刘雨宁收割的红利也相当可观 当然 长歌中迪丽热8和刘雨宁完全没有感情线 前期刘雨宁的角色是冷面处角者 奉命前来剿灭余孽 从剧冲突角度来说是负责对女主角的安全形成 写后期这个角色和女主角的关系是好姐妹的CP 形线而已 如今迪丽热8合作工俊 男二号依旧 刘雨宁不知是否会让刘雨宁的事业更上一层 最后 田戏匠提问时间 你期待这部安乐传吗 核空 settled 核并化 核幺 即刻 核幣 核广 蜇 背 在